Mings的讀者大家好,欢迎收听Mings Radio Monday is not blue,我是Bekky,杨碧琪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段文字是来自荣格的红书 这两段文字是讲述关于欲望和灵魂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的欲望摆脱了其他外部的事物之后 他才会到达灵魂的所在地方 如果他找不到灵魂,空洞的恐惧就会将他压倒 恐惧的长边就会不停地鞭打他 使他再一次陷入绝望的追求之中 令到他麻木地渴望世界上空洞的东西 无优子的欲望将他变成一个傻瓜 令他忘记自己的灵魂道路 再都找不回自己的灵魂 第二段就是 如果一个人拥有世界的异象 即使他的人性是贫值 而且一无所有 他都会拥有半个世界 但是物质的欲望会将灵魂变成野兽 吞噬掉那些没办法忍受的东西 并被自己吞噬的东西毒害 所以更名字的做法是滋养灵魂 否则你会在自己的心中 养育出恶龙和魔鬼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两篇文字呢? 希望可以为你的星期一带来一些色彩吧 那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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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